來看台中市的特教學校的座立院 台中有七十五的人 幾個月的薪水 在兩萬八左右 也沒有貼心的基劑 所以流動率是很高 活也都保不滿 特教新的家長是說 座立院的工作 很辛苦 來來去去 也對孩子的影響很大 也還可以提款薪水 台中市政府也表示說 未來會來比較國立的學校的台語 照顧小孩幫忙拍攝照片掃湯 吃飯的時間一到 還要協助用餐 更不用說 每兩點就要換兩次了 特教學校的座立院也做得很辛苦 但是有特教新家長發現 座立院都保不完 起院就是因為薪水台語太壞 也影響到小孩的款式 但就要換一次的東西 而且一個小孩子都大概二十幾公斤 至三十公斤 因為說薪水太低沒有人要做啊 學校到現在還缺啊 而且我們助理人員還要跟隔壁的老師共用啊 特教祖立院的台語 中央地方都不一樣 台北市立的學校月給最關 可以到四萬兩千八百萬一塊 也還可以一年租加薪 但是台中市立只有兩萬八左右 而且沒有科學調薪的制度 民台接到很多特教祖立院和家長的歡迎 煩惱的勃發二支條 台中市特教祖立院的月薪也將隨著跟著調整 台中市府表示 三間特教學校原本是國立 離空一千年改立台中市 特教祖立院大有七十五人 目前只能以行政祖立的台語 領基本港主 後少會來演技 比較國立學校台語 而且可以隨科學年主來調心 記者台中部讀